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的运动专项呢是射击空气步枪 射击呢比较像是一种跟自我的对话 因为在射击精神中呢不只有自己 可以影响到自己 不是外在的因素影响你 而是你自己脑袋里面的想法 去影响你自己的 所以说 如何在射击中 保持一股比较平静 比较就是 保持一个正面的想法 对射击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求打十分 动作做得很好 可是打不出来 他要求自己很严苛嘛 他就希望把他做好做 可是打不出来就哭了 那个时候可能是 因为国会就得到拳击 就自己压力很大 因为他说 我这场比赛打好 那我下一场比赛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其实我第一发子弹 我就砍8 8分在射击上是一个 非常烂的分数了 一定是失常的分数了 那在达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控制不了了 我就因为那一发 然后后面也不是很好 就整个崩溃 原本堆积好的情绪 就直接崩溃下来 所以我跟今天讲说 你只有在逆境 才会造就成人费养 如果是瞬间的话 今天就没有才第一天 其实今天真的是让我 蛮感到骄傲的一个学生 那应该是说我幸运 能够教到今天这样的一个 这个好孩子 我觉得 我觉得是 那其实可能 从小爸爸 听说爸爸从小就 对他要求就蛮严格的 我的爸爸呢 是在就是民国38年 跟着蒋中正的国民政府 来台的 以前我一直觉得 他很老古板 因为小时候还小 因为他很烦 因为 因为居然是 他可能是希望我更好 所以才这样子严厉的教导 但是 在他真正的去 真的去死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说 好像是我心空空的感觉 好 吃了 都不用我操心就对了 又乖了 社会是蛮温暖的帮助我们的 因为以后 如果他有这样一个能力的话 可以帮助别人这样 也很感谢那时候 有一些社会单位啊 还有老师他们的帮助 所以我们家才可以 就是度过那段 比较难耗的日子 他的态度 然后他的自己的理想 跟他的坚持 所以他不管到任何的一个场域里面 或者这个学习场域 或者工作场域 我我对他都很放心 那些帮助你的贵人 并不是理当是说他们一定要帮助你 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你的努力 才会那些心中有善念的人 才会决定说要去帮助你 所以我对这些的帮助都感到非常的感激 所以我现在目前抱持的心态就是 受人点滴涌泉一爆 好 感谢观看